我們就稍微接續一下,我們在原來三十七一段時間 其實已經有稍微介紹到第一個變質源建體 就是世界社會建體,或者是做做電源建體的轉型 那,剛才它的一些機能的操作 基本的變形的特性能源 我們之前在電子第一其實已經存在 都稍微基礎的介紹過了解 那,如果我們之前在電子第一集操作的部分 當然也就是說,在電路上怎麼來應用 來操作包括一些整流的特性等等 那,我們這一部分的話 再來就是把我們前面兩個學到的東西 來看一下說,為什麼它會有這樣子的特性 那它到底是內部的宅宅之地怎樣去移動 我們才能會,或是用這個操作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那當然,首先我們在上上禮拜 也就是說我們在其中一集前 跟大家介紹,也就是說 我們在第一章有稍微學過那個 能帶的這個機蓋一點 那其實我們後面很多電子裡面 有一些,不管在順便裡面 或是新疆不同的操作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能帶來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它在順便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電腦裡面 為什麼幾乎都沒有電腦去用 或是說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用 我們在G3學過這個能帶管理的機師 所以我們一旦先階段的話 我們這個原件把它製作完成的時候 大概沒有對它去實際上很平安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能帶是怎麼畫的 那首先的話就是說 不管我們已經在這一章的學道以後 我已經說後面的 這就是我們最後學道的PGD 其實我們在要化學它的能帶之前 其實我們很簡單的就把A層的材料 它的能帶就先把它獨立化 獨立分開的話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PM介面就是準備一個P型和N型的材料 那我們當然就先把這個P型和N型材料 它的那個對應的 在你先把它右邊的畫出來 那當然左半邊的話 P型就是EF實在比較靠近EA層的位置 然後它那個下半部的位置 那右半邊的話 當然就是分型材料比較靠近 下半部下半面 那我們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地上就學到就是說 當它的菜長度越高的話 這個分型的話 這個EF實在比較靠近E數 也就是說這一段 用這次考試的時候 考到這個QVN這一段 其實就變得很小 濃度越高的話 就變得很小 那就是也會越靠近EA層 那相對來說 如果P型是參展濃度較高的話 這個也會跟我們下面去考 所以等於說不同的參展濃度到時候 去抖起來的話 其實追蹤它的那個原型的外景 在裡面的話 會因為那個參展濃度 其實會有稍微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材料 把它努力分開來畫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要把這兩個材料 把它借在一起 那借在一起的話 其實之前老師在這一張後面 就跟大家講說 就是你要那個畫面 就是說當這兩個材料 結在一起的那個瞬間的話 它內部的宅子 是會有什麼樣子的移動的那個希望 那當然 有些重點就是 說我們在這張提到 其實 就是當地球半導體材料 它的內部的宅子 會因為它內部的那個濃度的不均勻 它會從那麼高的地方 往濃度地的地點去擴展 所以我們知道說 在P型材料裡面 它就有多數材料是 在整體的電動 那N型材料裡面 的多數材質 是在整體的電子 那當我們把這兩個材料 靠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 電動的話 它就會從P型的材料 去往N型材料那個方向去擴展 然後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電動會從左邊 跑到右邊 那相對來說的話 那個電子的話 就會使它那個 濃度比較高的 N型材料 往左半邊去擴展 所以說它等於說 這兩個材質在 這兩個材料碰出來 像碰的那一瞬間 它會這樣子 往不同方向去移動的那個情況 那它移動完之後 它主要是在接面 兩個交界的那個中間部分 當這兩個材質 它共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 有複合的情況發生 那當然複合的話 它的 逐漸的 它中間就會慢慢的露出那些 沒有辦法移動的空間 電腦片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 第一章學道 就是說 它摻雜進來的一些 屍體和受敵的例子 它不一定在經濟裡面 大概因為我們剛剛兩個人 在一起他們那個 兩個交會 複合消失完之後 其實就會在 靠近界面的這個地方 露出這些 這兩個 那個 屍體的 鼻子 那這些屍體的鼻子的話 大家我們知道 它另外一個鼻子叫做 那個空間點 那它就是 在N型材料的這一次呢 會露出這個 帶震鏈的 屍體的鼻子 那在P型材料的這一次的話 就會露出帶骨店的那個 壽體的那個 壽體的那個 地質 那它就會在 交界的這個地方 就會推出這個 這個區塊 它就會形成一個 內建電廠 那這個內建電廠 大概就是從 來增添這些空間 然後帶骨店 空間電腦去 就是從 右邊往左半邊去 有致 OK 那 當然這個分色區域 它裡面既然其實存在一個 內建的電廠 在這裡面 所以就是說它 到時候它 它逐漸平衡之後 其實內部的那些 可以移動的 電磁板電動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停留在這個 灰色的這個區塊裡面 也就是說 假設有一個 那個 呃 呃 它就會被這個 內建電廠 它就是會被往左半邊去推 那當然像剛才說 如果是電子的話 它就會被往右半邊去推 所以我們就把 中間這個規則 區塊叫做 扣拔區 扣拔區就是像是 什麼都沒有嘛 那它指的什麼都沒有 其實 大部分指的是那些 可以移動 這個載子 電子和電動 它沒有辦法在這個區塊 進去 所以我們就把 這個區塊區都 都扣拔區 那剛剛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些 師傅在說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 空間電腦 在其他的處 你會看到說 一個空間電腦 就是我會把它叫做 空間電腦 區塊區 就是相當的東西 就是在中間這個位置 會有 這個空板 就是空間電腦 它會因為露出的這些 空間電腦 還有一個 那個 內建的電池 在這個區塊裡面 好 那我們已經有 這個 當然這兩次的材料 碰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 會發生的那些時候 我們有 這樣子的畫面完之後呢 我們接續 剛剛的討論 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能帶就是 我們還沒繼續更大 那些 像是電流 特性等等 重要的工具 那 我們剛剛已經獨立的 把你提醒 它還有它的 軟化出來 那我們要把它接著 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作者 把它的 PF 對到相當的高度 不管是 這個網上 或這個網上 都可以 就是說它在 相同一個水平線高度之上 你把它 擺到這樣子的 轉位之後呢 那中間的那個 也就是我們 空法區的區域的話 就是在把它 用這樣子的 條件 圖狀的 這樣子的區間 把它連接起來 那這就是在 熱門的情況之下 這個PF 它的 這個 然後 會有 這樣子的 呈現出來的那個 效果 那當然我們上次其實 有 有花一點時間 在底下 一頁的內容 去解釋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就直接衝突 比如說 在熱門的時候 我們那個PF在 相同的高度 上 水平線 這樣子之上 那我們就透過 我們底下 這一頁的這個 式子 推轉的話 以最後的結論 就是 那個 就是 在不同位置的 是不會有 有任何的 那個電話的 所以 當然 那個詳細的部分 就不再重複了 那當然 這些式子 它是怎麼了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在熱門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當你把這兩隻 才要接在一起的時候 那 它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它的那個 動畫區 慢慢的露出來 它就會有一個 內建建廠 它其實 逐漸的 我們這裡有提到說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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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 它的 它的 那個 飄移的 電流大小 會慢慢的 這個飄移的 我們明明就是 看前面的 都沒有追加 任何電池 它其實 這個飄移電池 其實這個飄移電池 我們只能是 這個內建電池 這個E 栽子進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E 就是會一直算是 有點像是我們 對它 原本我們是對 一塊半道地 才要施加一個 便宜才有這個電池 那現在 這個PN今天這個 才要接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在交界的地方 它就有一個電池 存在在這裡 那我們只能 飄移電池 其實是在空法區域 這個內建電池 去推動這些 災子所移動的 這個電池的大小 那當然就是說 當我們熱冰的 就是當它 你看它 兩個材料 封在一起 然後擺一段時間之後 達到熱冰的狀態系 然後底下 就是它內建電池 所造成的 那個 調理電池 跟它災子內部的 因為擴散電池 其實會 逐漸的有效益 就是說你站在外面看的話 它內部的 那個 靜電池大小 所以我們就根據 這樣子的 那個 設定這樣子的 第一名的 去寫出這件事 包括我們 這裡在 一個拜託裡面 稍微跟大家提告說 我們有用到 寫兩張哪些 有用到的那個 獅子 那你再稍微去 對應一下 然後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它的 DMD X-ray 就是它 畫出來 然後它這邊 在 熱冰的狀況 是會是 舒服店的 好 那 底下這邊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 融合房間書的話 我們今天的 討論的內容 不會 也會使用到 因為我們其實在 第二張的時候 有稍微 提到這個 這個 那當然這裡 我們聽說這個 靜電位的 二次尾分箱 以及 那個 附的 電廠的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 提讀的那個 大小 當然我們也可以 查譯就是說 那個 總 空間電 就是總電量 去處理看 那個階段 那我們之後的話 會稍微移入到這個 比較 關係 就是 我們 上次的 提到的一個 大部分 重點就是 呃 就是 呃 那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鏈子 是在 N型的 中心區這邊 它是 那 它就在那個 EC這個位置 那它如果想要 從 N型中心區這邊 進入到 P型的中心區這邊來的話 它至少要跨過這個 高度的話 就 叫做 這個內建電位 那這個 這個DBI的話 我們就是說 分別把它討論 它在 P型的中心 它有一個 在 N型的中心區這邊 有一個進入 它這個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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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B4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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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B3 B4 然後他就分別就P型和分析的那個中心區 他的境地會把他那個獨立分開來討論 那到時候我們再把他兩個加工 這個量把他加工起來的話 就是我們從圖形上看的那個ODI的一照EBI 就是剛好是講一個那個布塞皮和布塞的那個量的重合 那所以這裡的話就是P型的中心區 他還有這樣的二點 就是說本來本身P型材料的話 然後他的多數材的電動的重複的話 就是那個電子的重複 那在這樣子的設計之下 還有另外一個條例就是說 在P型材料裡面它基本上它的那個屍體的 它是屈性的一種 那我們就把它帶回其他的這個方式 就是那個P是遠圖大於N 然後這個ND的話會是屈性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丟去這樣子的什麼關係 還有就是說這個形狀的話 也就是說我可以在那裡 這樣子的關係把它帶進來的話 我們上次就有帶來的 我們可以提到說 這一個靜電位浩材料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 這個分類有關這個式子可以表示 那相對來說的話 在N形中間區也是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寫出一下這個式子 就是加重性嘛 就是說我們知道說 這兩個間電位的 純量的重複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 一直強調那個 最重要的那一點點的大小 最後的話這個式子 我會跟大家說這個式子 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 等於是說 從門在鬼角度 我剛剛有提到 不同的殘雜情況的話 其實就會讓EF和 不管是EF跟EB 或者是EF跟B次之間的一個差距 就有不一樣的變化 那也不一樣的變化 當成這兩次材料 藉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在畫面那裡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它的內建電位 VBI會有很不同的結果 所以 餐廠很會去影響到這個 PNG電位 它其實在做完它的 內建電位 也會有很大小 而這個式子的話 基本上我們 後面的一些 那個 立體的演算 或者是說 我們要去求一些 通告學問 我們今天等一下 會稍微的表現 也是會 可以用到這個 BPN 內建電的 這項目的 來處理 所以 基本上 是我們 做不太時間 來大物理 內容 對 但是 你稍微 如果 大物理 可以 進入 時間 我們 我們 找出 控碼區 這邊 還有空間 電核 那 我們剛才 前面的路線 請到 後面 在二型的空碼區 這邊 我們在這間 空間電核 那一型的 在那邊 空間電核 我們就 這兩個區 空間電核 這個 第9片 這個 表示 就是 這段 就是 空間電核 這段 就是 空間電核 這一段 就是 空間電核 這一段 就是 空間電核 空間電核 突破 你空間電核 進入中間電核 它會有一個過度去 就是 它的 那個 屍體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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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疊質的那個 空間電核 在空間鋸裡面的話,它是跟那個材料塑料 所以,那當然就是說這些材料現在的 因為大家這邊還是在那個位置 它並沒有像空間鋸一樣,它只會被控碗掉 所以說它的在中間鋸裡面的空間鋸 也是因為AV剛剛知道說在空間鋸有一定的空間鋸鋸鋪度 那它中間會有一個過度,就是說 它這個空間鋸的空間鋸是逐漸的往下掉 是在那個任性這一層、陸體性這一層都是一樣 那我們會的計畫其實就是說 會稍微突入在這個過度區 到我們接過的區域是一個區塊的過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它是有逐漸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慢慢計畫是 到後面這個馬路的話,又討論到這樣子的網界面的話 我們都會用右半邊這樣子的表現 也就是說它中間這個區塊就是空間鋸鋸鋸鋸鋸 它就沒有很多面法的一個過度區把它畫出來 那就是在空間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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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鋸�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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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 當然在碰碼區裡面的圖就沒有電子來運動的存在 所以剛剛前面的那個重關節書的話 就特別把它偏暗燈的就可以在碰碼區域的話 這個碰碼區域的話 這個碰碼區域就必須滿足以下這個市場 好,那上次常規則我們稍微介紹一下說 它的那個接面的實施就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就是說 它的碰碼區域是 接面就是在接面處的地方就是切得很清楚 它就是在接面的地方切得很清楚 在接面處的一側的話就是全部都是帶正面的空間 然後另一側的話就有帶出電源的空間電源 就是在剛好在接面這個地方的話 非常短俏的有這樣空間電源的狀態 就這樣子的接面形式 把它叫做它屬於這個抖接面 那當然所謂的抖接面跟底下另外這個線性接面接面 為什麼都有這樣子的那個不同的交界的差異性 跟主要是在製程的時候我們所使用的方式不同的話 就是說我今天弄到檢視這些人比較 那個前面的擴散力能量的離子物色方式 會形成這樣子的融接面 那我們就是會 那後面的那個主要的重點就是這個重點 那當然我們今天也會稍微提到 比一下這個線性接面 就是另外一種原子屬性的方式 用我們比較盛程的擴散或是 保養能量的離子物色的話 我覺得可以稍微對照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面對比較小的這個 所以我今天剛好就是在交界的地方 它的帶子的電燈帶路面的空間電燈 是非常濃巧的狀態 它就是能量在一起 那比一下線性接面接面的話 它就是一個協力這樣子 它是逐漸 當它越來越靠近 它的接面交界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空間電燈就是出現了降低 然後一直到 一樣就是說過了這個交界的地方的話 它就轉變成另外一個空間電燈的太北形態 那如果我們指的空法圈的寬度的話 中間那是XP和XN這兩個距離的重量 那線性接面接面的話 應該就是說只要有空間電燈的分布 分別就是這裡是二分次代 或這裡是二分次代 所以以下這一個線性接面的空法圈的寬度 就是兩個重量 就是剛剛是一樣的大小 那線性接面接面 在等一下的 我如果想說它是稍微比較複雜 因為它的 特別就是說 它可能廣價的內容就會製造 這些空間電燈在剛好訓練 是說說 在後話訓練 它電燈的生活 這個電燈的話 它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它會去形象 所以我們再次在樓面 移動那個氣氛網 所以說 今天見面 它的那個電燈 而且它更多的話 會更多 所以就是 會一樣的一個形態 好 那我們就 接著就進入到 你今天 這個 要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要先來考慮一下 它控罰區 內部的情況 那當然 我們首先就是 一個陡界面的這個 例子 來稍微看一下說 這個陡界面的這個 PM Junction 它在控罰區裡面 它是到底是怎樣 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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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空罰區這樣 我們剛剛已經曉得說 我們 又可以把它 都行為區分 或者說 N型材料的 空罰區 以及 P型材料的 這個 那 它這兩個空罰區 為什麼要把它 區分這兩個部分 主要就是說 這兩個空罰區裡面的 空間點 它帶的那個 電線 不一樣 像 在N型這邊的空間點 然後 是在這邊的 它是 N 那這邊 P型的空罰區 這邊是 在這邊的 那個 所以我們就是 再回到 我們前面的 等一下會回到 我們前面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知道說 在這兩個空罰區 或者是 N型或P型 它裡面是不會有 宅子均募 在這個空罰區裡面 所以 你的 我們前面的 一個 一個 底下這邊 它從 IQ 的話 它的 N跟P 都一定是 就可以直接把它 散掉 那我們就是獨立分開頭 我們知道說 在其中一個 N型的空罰區裡面 就是只有 ND沒有分類 所以 快速放在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都沒有分類 那另外一個 在P型的空罰區裡面 是 只有NNN沒有分類 所以 就可以 你覺得說 你看 這邊的話 上面這個 是在P型的空罰區 你可以 如果你 覺得這種 畫面很大 就是 沒有辦法說 很快速了解 它到底是哪個區塊 你可以稍微加註一下 在XP和你之間 看看 這個 這個 蠻足這個 視值的 區域的話 就是在P型的空罰區裡面 當然下面這個的話 就是 從D到XN的話 這裡 就是在N型的空罰區當中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前面的 在P型的空罰區裡面 我們知道說 它一定不會有 兩種在這邊存在 那在P型的空罰區裡面 它的空間裡面 就是 其實從這個圖看 它就是 代理電的 這樣子 NA 所以我們就把 前面DTA的 那個實質 製造 NA的這一項 就可以把它的 好說 我們有DECUATION 把它寫成是這樣子 它的 這個 3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 N型的空罰區 就是 Q和 N N 好 那當然 T型的空罰區 會有解除 就是這樣子 讓這個 我們待會兒 會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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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到這個 這樣子的關係 那 底下這邊的話 底下這個 這個 或者這個 這個 事情的話 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 在空罰區裡面 為什麼會露出這些空間 主要是跟它的那個 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知道 剛剛已經有稍微提到 兩個 介面 空罰區之後 這些宅子 電子電動 比較會 消失完之後 才露出這些 分別是露出 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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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電動 那 消失完之後 才會露出這些 空間電動 所以你可想的是的話 這些露出來的 空間電動 它的 那個 數量的話 一定是 相互對應的 也就是說 這邊為什麼會露出來 就是說 它原本的電子 它會露出這樣子的空間電動 那電子少一個 這邊的電動 就會少一個 所以它等於是 露出一個 戴著電子的空間電動 這邊也會露出一個 戴著電空間電動 所以 簡單來說的話 這兩個灰色的長方形 它的面積 應該是 是要更相同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 我們剛剛聽到 它的那個 覆盒調的話 會是這樣 是兩兩對層 兩兩 一起電消失的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獅子的話 等於這個電動 的話 第一次就是這樣 這兩個 灰色的長方形 的面積的話 它是 或是 有這樣子 相對的 情況 那這個獅子的話 我們在 後面的話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會推到 這個獅子 就是說 我們會 去計算說 在不同的餐場濃度底下 它的 空閥區的寬度 如果我們會先 有辦法就直接 進入整個 總空閥區寬度 那如果我要吸過去 問你說 這個空閥區寬度 它會比 在N型裡面 就是這個XN 它是佔這個W的多少 那P型這邊 這個XP是佔W的多少 如果你要吸過去 算說說 這個空閥區 所佔的那個 比例方的大小 或是說 那個寬度的話 你就要透過這一個 關係式 你可以去計算出來 OK 所以 這裡的話 就是說 為了要維持兩點 空閥區 然後它露出來的空閥區 因為其實 左右兩邊的 空閥區的話 是 會是相同的 就是說 這兩個 灰色的 那個 長方形的 空閥區的話 就是相同的 OK 好 那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在記憶體 就從這些空閥區 去探討 它的 電池 那 我們先不要看 這個實質 你如果看 單看這個圖的話 為什麼 它的電池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 它是從 正電的空間電量 觸發往 物電的空間電量 所以是一個 由 由右邊 往左邊 指的一個 電廠的一個 樂部 那在整個空閥區 的範圍裡面 稍微想想想說 到底 你靠地 電廠最大的地方 是在哪邊 電廠最大的地方 就是 你會想說 它這裡 呃 假設你這個 適合的話 譬如說 擺那樣的石刻這樣 或是隨便做 比較簡單的假設 就是說 你擺石刻的 證的那個 一直在 一整個 擺過去 那這邊一樣 是擺 那幾個量部的 整個電量 空間電量在這邊 那你每一個 證的那個 空間電量 都會提供一個 這樣電池 往左半邊指 所以 你是不是站在 站在這個 很交接的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 等於是 右半邊這些 那個 帶正電的空間 它全部都有一個 電池的方向 往左半邊指 那你如果是站在 呃 這裡的中間的部分的話 它等於說 有一部分的那個 往左半邊指的那個 電池是在它 左邊的部分 是沒有經過它 那只有 呃 右半邊這邊的 這個 後面這邊才有 往左半邊指的那些 那個電池 才有經過 站在這個位置 所以 可想而知的話 其實整個 原件成的 接面它的 電池 最強烈 最大 就是等於是所有的 電池 承出來的那個電池 都經過很大的這樣 就是在我們 這個 接面的這個小間 所以 這裡我們就可以下一個 介紹 呃 皮爾接面行程完之後 我知道在通話區 那個 這個 內建電場 而這個內建電場 會因為空間電的 分別 是通話區的一個位置 它的 電子大小 並不是很遠 它電場 最大的地方 就是剛好是在 我的這個 皮爾接面 一個較接的地方 對 那它底下 這邊的話 就是 它的那個 電場最大 然後 剛好是在 這個皮爾接面 那個較接 那當然 呃 慢慢的遠的這個街 不管是往人形之間走 或 我們皮爾接面走 它的電場 其實就是 逐漸的 稍微 慢慢的往下掉 那掉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降位 就是剛好掉到那個 扣發區 跟中心區的那個條件 一旦 一開 我們在扣發區 的話 因為它就沒有 在中心區裡面 那個 扣接那個都出來 所以說 它在於 中心區的話 不管是 一行 那個人形的話 它的那個 電場都已經 都已經是降位 聯繫 所以 因為剛好是在 這個較接的 然後這個電場是 降位 這樣子的狀態 好 那我們皮特這邊的 這個電場 到底怎麼去 去描繪出說 類在不同 對詞 它的那個 電場的大小 所以我們就要 應用到 剛剛前面寫出來 這邊有 那個 那你分別 比如說 我們要 現在想好去 我們在 批型這一次的 它的那個 不同位置 那個電場分補 那你就針對上面的 這個式子 去 對它 做一次的那個 激分 那為什麼可以呢 其實我們就稍微 回到 第六位這邊 你看它的 那個 二次微分下的話 是等於 負的這個電場 一次 一次微分下 那你要去 這個電場 去激分 再補一個負號 然後它又可以 看到這個電場的 一個大小 所以說 你就針對我們 剛剛那個 這個式子 你會不會去把它 激分完 就在那裡 那你可以看到 底下這樣子 這個電場 就根據上面的 這個式子 那激分完之後 當然就是把一些 電線交電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 在P型的空環圈 裡面這個 會是不同X的話 你就可以把不同X 帶進來 就可以得到 它在那個位置 那個電場的大小 OK 那相對來說的話 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對N型的 對N型的 對N型來講 當然我們主要要 基本的是 下面的這個式子 當然一樣 就是說 基本出來的 結果就是可以得到 在N型的空環圈 這邊 不同位置 它那個電子 的空環圈 OK 所以這頁 我們再稍微做一個 解釋 這頁的話 我們要知道 它的整個 空間電動 就是 我們今天它做到兩邊的話 就是在交界的地方 它的那個空間電動 會突然間 從症狀 從換成 這樣子 具體的電話 可是因為我們想說 在這些 一些東西 都會有成功出這些空間電額 所以就是說 跟它在一起 然後 複合掉 你不換嗎 那當然 如果它複合掉 複合出來 這個空間電動的話 我們進行跟一些 兩邊的電子 是相同的 所以說一個很重要的關係是 就是說 這兩個 對色的那個 就是 就是一樣 那當然我們就是再根據 我們那個 前面的那個 發生關係 分別寫出 兩個空環圈裡面 它的那個 那個 今天位的 二次委員 就是說 複合出來的其實 剛主要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查 藉由幾個 兩個 空環圈裡面 它的那個 電子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很大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門界面裡面 它那個 最大電腦的 位置 就是剛剛是在 我們在門界面的 交接 好 那它的那個 最大電腦 既然就是在交接 這個位置 那 這個最大電腦的 其實我們可以分別的 把它用 你現在說 這個電腦的分布 就是 很簡單 就是 分別把 X帶來 這個式子 或者是 帶到下面的 這個式子的話 那你就是都可以 得到這個 最大的電腦程度 所以就分別說 它可以表示成 這個 跟ND有關的 或者是跟NN有關 大家知道 跟NN有關的話 就是 X跟NN有關的 就是 我們把前面的那個 電腦的分布 把它 用來 帶進去 好 那 我們已經想說 在整個空閥區裡面 它的這個 電腦的分布 就是這樣子 一個到 三小時的分布 那當然 它 如果我們想要去追求 就是把我們前面 提到那個 那個 因為這個 空閥區裡面 這個電腦 其實也跟它的那個 內建電位 這個有關 那它的內建電位 基本上就是 電廠把它 空閥區 把它這個 積分起來 就是它的那個 內建裡面 那個那個定義 所以我們就是把 剛才的 我們算出來的 電腦 X2 XX X2 兩個區塊 還有 電廠 那個分布 那我們到時候 就是針對這樣子的那個區塊 去把它 稍微去做一個 基本 好 那去做基本的話 當然因為 我們今天知道 所以這間 有電子 有不同的式 所以就是 電的區塊 這樣 接下來這邊 就特別先對 那個 提醒這一側呢 把它全部傳 附的XP 機到剛好 所以我們可以 接連交接的地方 X的一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分型這一次的話 就是從 領域到X的 那你到時候 就是把它 稍微積分起來 這個地方就可以 等到 底下這兩個 這兩個 還有分的就是 兩個人積分起來 那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重點 就是在說 這個內建電位所有 可以透過這個 它的可能定義 就是電子的那個積分 那如果你從 圖形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剛剛聽到說 它在不同位置的 電子的頓部的話 是這個藍色 這個倒三角形 那我把它 就是說 從 XP機到這裡 在這邊 XP把它整個 總統把它加進去 然後 那舊圖形的 你來看的話 它的內建電位其實 就是要還是 這個倒三角形 它的那個電極的大概 那這個 這個關係 其實也是 還好用的 主要原因 在說 你 如果還要去更加 內建電位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來處理用 用這樣子 為什麼是1分之1 1N 就是 那個倒三小小的 電子 就是 就是說 你看它的那個 D的話 就是它的 W就是整個 空白區的環境 像它的高的話 剛好就是它的 最大電子的 就是1N 那它的面積的話 就是 2分之1 2N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說 就圖形的 來講的話 我已經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 1N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用 這個三個 面積的基礎 那你也 可以 它的分別 就是說 兩邊那個 餐廠的 加重起來的話 應該是 可以適合到 什麼 這兩次的問題 可以適合到 大小 好 那我們這一段的話 其實 其實 呃 這些整個過程 都還蠻重要 知道 到哪個 時期是要幹什麼 那 最主要 最主要 我們還要再稍微記得 就是 實際下我們這邊 就不要太大 可以到這個 算這個 空白區的環度 因為這個空白區的環度 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產出 那 我們 倒比它 這個空白區的環度 更是可以不然的 其實大家就是要稍微帶大家 那個 應用到說 這邊 他們先可以 知道的那個 市值啊 還有說一些 特殊有關 其實我們到底是 進一步的去 推調出這個 空白區的環度 它們的產能 大家可以稍微 那個 做一下理解說 到底 為什麼它是不用這些 理解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很突然 而且我覺得 一開始你看到 如果硬要引起 的話其實會有點做好 好像有點引起 可是如果你說 從這個 非常過程 不看的話 你告訴我們 就是比較想說 它為什麼 跟這些相對不關 那首先我們要用到 就是剛剛 前面說 它上面的這個式子 就是說 它的這個 VTI的話 是 W B X U NA 然後 這樣 XP的地方 再加上 兩倍 XXQ 跟 D 然後 XN 這檢測這邊 它就是把 兩個空白區的那個 那個 裡面的那個電材 把它寄進去 然後 它告訴我們 那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 我們發現說 兩邊都有那個 兩倍的 XXX 分子 然後就先把它 提出來 再把它 提出來 提出來 過去之後 那就是 這樣子 我們把這裡的 兩倍 XXX 分子 把它提出來 再組到 很濕的做到 變化 就變成這樣 拉大 但是又把 變化 就是剩下 它的 分子 分子 那個 N A XP 五方 再加上 N D XX 五方 好 那到這裡的話 你會看到說 這個 NAXP 平方 跟DX 平方 有點像 是不是又有點不一樣 是不是 到時候 我已經看到 前面的 這邊的 這個 裡面 跟這個 有點像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藉由這邊的 藉由這邊的這個 獅子 也許我們就可以把 XP 或者XN 用其中一項 來把它 表示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把XP 我們把整個 四字的XP把它消除掉 就把它記載下 XN好了 我可以把它 提起這個 上面 因為 這個 NA 成這樣 XP 不會是 N D成這樣 XN 所以我 XP的話 就可以 把它直接用 NA0 NP 乘上 XN 表示 enn enn 把TXN 比较好 再回到XP用位置 再把這個彈性寫出來 後面就是NXN 我們就可以把這兩項把它合併 然後再把這個彈性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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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這裡的話 這裡比XN等於整個內建定位層上 就是兩倍的XN 那我如果要得到這個XN的話 我是不是把這一項輸過去 再開個號就很容易了 所以這個XN的話 就可以很前面的分析 出到的設置這邊來開個號 好,就是這一項輸過來 才能夠得到XN 好,那我們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們這裡是想要去推導出 想要推導出整個空間區的快度 就是我們那個大小 那這個檔度的大小 那這個檔度的大小 剛剛在講到電中平身的時候 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知道另一側的這個檔度 其實你可以 你有好多個方法可以去提供去這個檔度 包括就是說 你XN已經知道了 那你把它帶回來這個四值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XP 那你再把XP加上XN就可以分到整個空間區的檔度 那當然 你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你要是把這個帶回來 然後再把兩個分號裡面想一下 看起來會變這樣 當然這也是其中一個空間 這也是可以回到現在的檔度的檔案 那我們現在底下這邊的話 我想要去記錄的 就是說透過剛剛的那個 那個檔度 其實我怎麼這樣去把它 剛剛搜出來的這個XN 把它放退回去的那個大小 所以我就定在檔度這邊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W是在你檔度的那個 XP和XN的那個 重合 那我剛剛知道說這個 XP的話 可以幫你標誌持的 N A 分次 N XN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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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這樣子的動作帶起來 我們想要跟到的那個W呢 就是剛求出來的這一個XN 就把整個把它撐上 那個是跟那架很立的 就可以了 好那當然這裡的話我們扯的這東西是在跟到外面嘛 那我們要把它弄進去就把它直接整個平方就好了 所以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我都要把它整個沉起來 我要把它整個平方 就可以把它弄進去那個 在旁邊 所以就把這些 比較深空間一點點 所以這個事實當然就是從剛剛前面的 好那當然你弄進去 往直通的 就是 就可以把這個平方的平方 看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 得到對方的那個 這樣子是一樣的 或者AZ的形式比較重要 就是在製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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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把他寫出來,那當然寫出來之後呢,我發現說他的這兩項其實都有兩倍HOS的這個群網 然後我們把它寫出來之後再把它寫過去我們分析的範圍,也就是說數完之後變成CBI跟上Q分析被人分析,它是等於NA再加上XN的分析 那當然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電圖線關係,也就是我們在左側面它的光法區兩個灰色長方形電機相跟線的關係是我們可以把XP用XN來表示 那表示完之後呢,我們再把它帶過去上面的這個XP的這個式子裡面 那帶進去完之後呢,當然我們就是把這兩項再稍微整開,然後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這個關係式 那當然透過這個關係式的話,我們把前面這一項係數把它處過去再開根號,就可以得到XN就是等於更號的這一整項 那這一整項完之後,因為我們最終我們一定是想要去得到這個CBI 那我們同樣的譬如說,這代表其實就是XP和X的兩顆空間區的寬度加重起來嘛 那我們剛剛也知道說XP是等於NA分析的XN嘛 那我們把它帶進來完之後呢,就可以得到說W的話其實跟XN存在這樣子的一個比例的關係 那因為我們剛剛也不知道XN存在裡面的中間的這個片號這一項 所以我們就把XN存在上NA分析 NA加N1就可以得到W 那當然我們剛剛這裡就是說,把這個NN分析 就是NA加N2我們要把它移到這個分號裡面 它必須把它弄平放 那你把我移進去之後,你先可以,比如消掉可以約,還約掉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W的話是XN存在一項 那這一項就跟我們同一個設計核底項整個是一樣的 好,所以我們等下馬上會來透過一個例子來稍微計算一下 說在這樣子的參加人物底下 它的空間區寬度是怎樣 或是有什麼樣子的那個情況 那你會注意到說,很多管律在這裡討論到 比如說這個W,它的瞄準是空間區寬度的話 除了它的兩邊參加人物之外 你的內建定位,你也必須要知道 所以我們剛剛在前面跟大家複習的時候 我就聽到說這個內建定位這一項 就是發展的這個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你要先透過這個事情去計算出這個BBI 看得到這個內建定位完成後 再帶回一下這個事情 就可以進行過去得到這個空間區的環境 所以我們其實這裡的部分也是稍微有這樣一系列的 必須要透過我們前面計算出來的結果 才能進行這個去獲得後面 想要得到的資訊 好,那這個例子喔 是你們的本客觀看那個 他是說要我們來計算一下這個 這個Space Traveling Quiz 就是空間電腦的區域的寬度 或者是空滑區域的寬度 其實它是一樣的 然後在這邊介紹的時候 就跟大家聊到它有不同的類似 還有我們利用筆下的條件來解釋 它的空滑區寬度 以及它的最大電廠的小度 那最大電廠的小度的話 我們就稍微聊一下 我們提到說它電廠分路在 剛剛我們在連接那個 第14域的大散角形 它整個最大電廠的小度 其實是在界面的那個交界的地方 所以你界面最大電廠的小度的話 你就要透過我們剛剛提到說 它在兩個不同空滑區域 它有不同的那個電廠的寬度 就是我們那一把X公平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那個最大電廠的強度的大小 好 那它的條件是這樣子 它是在室溫底下這個PN介面呢 它兩邊的殘雜空度都給我們 而且它的本身這個細漢材料 它的接電廠數的話 它也不用給我們 那它要我們去計算 那個控滑區域寬度的大小 這是第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要先進去做出這個 控滑區域寬度的大小 那我們剛剛也知道說 這個控滑區域寬度的大小 是 底下這個東西是嗎 它這個的表示數的話 其實平坦的NLD我們都知道 HOS也知道 那Q彈就是那個 基本的那個電耳 電耳的代電量 所以這個BPI等於是說 我們要算貌形狀的一件 我們一定要先算到這個 那個BPI的大型 那些電耳的大型 平均它 平均的人 我們都與今日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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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這邊整個計算出來的一件 數字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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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當然今天我們如果來計算機的時候 建議大家一下一下先把它努力計算按出來之後再把它按出來 因為如果一個計算都會有一些那個 那個錢要拿出啊 那個按錯啊 但是說 會到最後出來就覺得不是正確 所以這邊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那它其實只要我們去計算機 它的那個重點快速的大小 那我當然這邊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如果我們想要進一步的去知道 它這個空碼去畫在 N型的話 在P型 就是我們剛剛講義裡面的X2 XP的大小 其實我們不是一樣是透過那個 電中心的關係 Nx3XP Nx3X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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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我們架設它的 呃 要計算出去的話 我們就把另外一個用 融化錄去減掉它來減出就好 所以Nx3的話 是 就是把 XP的O 就可以用W 減掉XN來減出 那這個W就代表 剛剛計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XN 那就是 Nx3XN 然後再加 XN 那 剛剛這個 就可以 過過這個 去解讀 除了這個 XN 的話是可以 RX 可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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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分 那 另外一個環圖的話 那就是 用這個 中環 我們可以 剪掉 剛剛算出來的這一個XN 對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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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XN 對 XN 對 對 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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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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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X0在空法區的寬度是比較小的 那這個寬度的那個大小的話 其實透過這個事情我們就想說 主要跟參雜的穩度有關 那參雜的穩度的話 你看喔 在N型這邊的N0 它的小度是比較小的 P型這邊是比較大的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 兩個材料都在一起 那它的參雜能度大小 怎麼去影響到我空法區寬度的那個 那個 它的最後一個結果 你看參雜能度比較小的 它空法區寬度其實是比較大的 那參雜能度比較大的那一個 P型這邊的話 它比較小的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參雜能力 透過這個事情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樣子的機會 那我們等一下看到這個 我們講義的部分 我們會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說它整個空法區寬度 會是跨出來的 這兩層只可以 讓它站到比較小的那一側 所以這一段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 說我們的外表 就是說 我們空法區寬度 我們計算出來 其實也可以進一步的去 就是到說 兩個 這個空法區在兩個 那個材料裡 它是佔的一個大 所以有多大的 好呢 當然回到我們的理論文 它還要我們再去激分出說 它的那個 最大連長強度的大小 那最大連長強度的大小 那就是 在介面的比方 那體驗的話 兩個 其實兩個 一個 四種都可以 但可以 之後帶出你的演算一下 就是說如果像 剛才H1S跟Q1PX 你也可以用H1S跟Q1XP 帶出的計算 然後我們用到這個 在介面出的電子強度 就是我們的最大電子強度 就是我們的最大電子強度 所以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那個 NDX那個時候我們注意一下 這就是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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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們 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個事實好像很難記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技巧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小畫圖這一項畫 因為它看起來 你如果會忘記說 不知道底下是相乘還是相加 你可以把它記成成一個 NA分之一 加上 N1分之一 這樣就可以 就把這兩個把它 同分然後 加上起來的話其實都用這個 小畫圖一樣的所以 當然就是說看比較 哪一個要容易記下來 這個四字畫圖都會 使用到看就是 要透過這個四字去解決說 空碼圖的那個寬度 那當然轉換圖之後 就是一樣是透過這個 變裝系統的那個關係 可以分別去求得說 用完去畫在P型 還畫在N型裡面的那個 寬度的那個 大小 那當然就是 直接帶進來的時候 可以去求解 那寫完之後 當然 最後我們要去得到 那個地方說 它的整個 最大電子程度就是 剛剛在我們介面的地方 那不管是用那個 那個式子把它帶進來的話 其實就能夠得到 相處的結果 就是 我們現在就 最大的電子程度的程度 好 這邊還有就是 舉的其中一個 立體 好 那我們再回到 我們想說 十三頁這邊 十三頁這邊的話 對 我們剛剛都一直討論的是 就是那個 斗界面 就是兩邊的那個 餐長濃度 剛剛這個界面的地方的話 它的 空間內容的分布的話 是 突然間轉變為 另外一個形態 那這裡的 單側斗界面的話 其實 簡單來講 它就是 PN界面的 其中一層的材料 它的 餐長濃度是 遠大於 另外一邊的那個 餐長濃度 那當然就這一個 十三頁這邊的這個 臨時來講的話 它是這個 V型的餐長濃度 是非常大的 大約人型這邊的餐長濃度 所以它這個 這個 就是說它的那個 對的話 相差 好幾倍 然後 也許加上一些類的 足夠的 這樣子的大小 那 這樣子的分布的話 其實就是 應用到我老師 剛剛在 黑板邊 大家講的那個 因為我們知道說 畫在 空間區 畫在兩側的那個 寬度的大小的話 就是X的跟XP 其實會受到 NA和ND的影響 那 因為我們在 翻測斗界面的話 它的 NA是 遠大於 ND的 所以你如果 帶進來這個 式子的話 NA 遠大於 ND的話 那這裡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這裡 能力是 它小很多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 這個XP是不是 應該是 遠小於我們X的 你就透過這一部分 其實你就可以 回到它 就是 因為 NA乘上XP 那也 ND乘上XN 那我的 NA 也就是 P這邊的參長弧度 也大於另外這個 N的參長弧度 那當然根據這個 是什麼的話 XP 它也就是 原小的另外一端的XN 所以你看它畫起來的話 其實說 幾乎所有空閥系統 都是跨在 參長弧度 比較小的 那一側 那我的這個 P plus這邊的話 它有的是 它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窄窄 到可以 幾乎可以忽略掉這裡 那它其實跟我們這個 立體 這裡講到的是一樣 這裡雖然它 並不是說 另外一邊 比它大上好幾倍 這裡大概只 只差十倍 一個是形的十六四方 一個是形的十五四方 可是 透過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知道說 空閥區 就是大部分是 跨在參長弧度 比較小的這一次 那 參長弧度比較大這一次的話 相對來說 是 比它還要來的小 那我們這也只是 綁著它 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其中一側的參長弧度 是遠大於另外這一次 那當然 我的幾乎所有空閥區 都是 幾乎都跨在 參長弧度比較小的 很小的這一次 所以你看它的那個 XN的話 幾乎是 對我的整個空閥區 那我在 P plus這邊的話 它還是有 但是它非常 非常地 占 就是說 五倍其實就是 會把它補充 所以我們把它 這樣子的那個參長弧度 其中一側 錄影大於另外一側的話 我們會把它 叫做鎖子 單側中進行 整個空閥區 都是跨在 人形正代應的 這一次的 這樣子的那個結果 所以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 前面的那個 事情 去把它 進一步的 做 做 檢掛 因為我們十二頁這邊 跟最後這個講 你看就好 你看喔 它 N A 遠大於 N D 所以 這是我們整個空閥區 所以我們要出動的 可以分析是嗎 那N A 遠大於 N D 的話 其實就是想法 如果N A 遠大於 N D 然後這 N D 這一項 是不是就這樣一直 顧略不看 那你顧略不看之後 小包吾裡面 就只剩下 N A 乘上 N D 分之 N A 那這裡的 N A 跟這裡的 N A 又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我的小包吾 就只剩下 N D 分之 1 那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就是只剩下 N D 分之 1 的話 就會變形式 那四三頁中間的 這一個式子 所以我在講之後 在這個單側走進去 其中一側 遠大於另外一側 在我們那個猜測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的 空碼性的總管度 可以把它解析成 這樣子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們 一樣就是來看 我們原本 空碼性的管度 這一個表示式 這個式子 我們已經知道 它是怎麼樣的 那你 N A 遠大於 N D 小包吾的分子 的部分 N D 就可以剩下 因為 N A 遠大於它的 那小包吾 現在這個時候 就剩下 N A 乘上 N D 分之 N A 當然這裡的 N A 跟這裡的 N A 又可以分別掉 所以小包吾 就是可以 就變成只剩下 N D 分之 E 那當然就是 會變成是 我們的 中間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式子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幾乎都是跨在 N 型反應這一側 所以 W 的 N 幾乎是等於 那個 X N 的 對 因為我知道 X T 這邊 是非常窄窄到 幾乎是可以 可以忽略的那個情形 好 那 那這個小包吾 這個加 P N O 我們等一下 後面講到那個不同 之後 講到不同的那個 順便利便的操作 的時候 我們再度會突然補充 因為我們 後面會講到說 當你對這個 P N 介面 加不同的 P N A 的話 其實也會去影響到 它的那個空法區塊度的大小 那我們後面講到 順便利便操作 的時候 我們再度會突然補充這一段 這個 它到底有什麼 P N A 是怎麼去影響到 我們來整個空法區塊 那我們這裡還是先看就是說 還沒有加真的電壓的時候 在這個單車附近 用這個空法區塊度配用 我們現在再一個試試來表示 好 那它的那個 電廠溫度的話 其實跟剛剛 剛剛我們的 一般的這個 走接面的話 就是兩邊比較平均的話 我們知道說 它的那個 電廠的 就是這個 大三角形 但如果是 單車中間 透界面的話 其實它一樣還是那個 大三角形的分布 那 我們回來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 它的那個 溫度的情況 以及 它的那個電廠 有些實料 特別再 稍微再修正一下 好 我們剛剛就是說 這是 一個 變廠 然後還有我們的 不同位置 那 這裡的話 剛剛有的是一個 倒三角形 你知道街面最大 還是在 那個 街面的角界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單車的 走接面 這裡是 P plus 這裡是 N 那它的整個 控碼區塊 如果我們知道說 在P plus 很薄很讚 載到幾乎可以 所以 如果把這些 畫出來的話 會是這樣子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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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進入所有的 控碼區 都畫在 有個N型 所以 這一段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有這個 X 那這裡是 X的 可是這一段的話 其實就是 對美國的整個 控碼區塊 就 好多大小 那當然在 交接的地方的話 一樣還是有 那個 最大的 那個 鏈場的強度 一片這樣子的大小 那 如果說 這一小段的話 我們想就是 把它 把它 變掉 因為它 那個 所站的那個 寬碼區塊度的話 是很大小的 所以 跟我們 這個 一般電池的控碼區 還是一樣的 它 如果說 它 標特殊的話 不錯 它是 這裡所站的那個 是很小的 OK 那當然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它們那個 電池的那個 溫通 的話 其實 跟前面的電池 差不多 被 DNA 蓋上 好 那 有沒有想說 那這裡為什麼我們是這些 本體 其實這個本體是 那個主體 對 本體的意思 那我們這裡的本體 其實真的是 N型的這一側 因為你看它的 控碼區幾乎 都是跨在 N型的這一側 所以這裡的 NB 指的是 就是 ND 就是我們那個 N型這一側的那個 參展 因為它幾乎都跨在 N型這一側 所以N型幾乎是 這一個界面 它控碼區的 N型的位置 所以就是這一側的那個 參展 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 我們可以知道說 EM是 可以 有 我們可以用前面這一個 Fational S 換字 QN 如果D或NB 只要感覺來有數 那當然 後面的話 它 一樣 在不同位置 就是它 帶進來 那帶進來之後呢 就 可以用到 把相桶把它提出來 然後 加上 X 就可以看到 跟我們 講義的 相同的 對勁 或就是 不同 不同位置 那 這個是不同位置 跟電場的 那 我們把 EM 把它 帶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 這個 對勁 那最後這邊的話 它就是 就把一個 就是 W分枝 再把那個 W分枝 把它提出來 整個 W分枝 你把 老師 就這些 再提出一個 W分枝 再 W分枝 再 W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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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前面這一項的話 就是 我的 一樣的 第一線 所以 不一樣的 就表示 是 表示出來的 所以你看 它的那個 指示頁這邊的話 它的 整個電場的 那個 位置的那個 分布的話 是在這邊 其實還有 把它實際畫 把它畫出一小段 那它這裡 幾乎是把它 完全都把它 忽略掉了 因為這裡實在太盛了 所以它就 一個 那個 外的製教三角師來 來建設它 可是我們要實際 知道說 它在餐廠的 會比較成為這次的話 還是佔有一點點 或是非常想 非常想 謝謝 那當然 既然 跟剛剛前面 一樣是 東界面的話 它的 內建 電位的大小 其實也是 這一個 三角形的那個 面積啊 所以這一個 就是 一樣 就是 不變的 所以 這邊的話 像這邊一樣 它把這個 公共把電腦 在床上 這邊 針對這個 單車棟 今天的話 那個 那個 電外奔復的話 其實也還是 把他們的 那個 那個 電腦 把它 然後就 在床上 就把它 集分 集分起來是 包括那個 集分起來的 結果 那當然 這一個 一點的話 就帶了 上面 也就是在 白板這邊 寫出來的 這一個 詩詩 把他帶進來 集分的話 就可以得到 這邊的結果 那當然 它底下這邊的話 其實 它這邊是 假設 在它的 控法區的 跟中心學校 因為它這裡其實 有的人 像後面我們會看到說 絕大部分的話 我們會討論說 你知道一個 PN介面 它基本上 可以分成 那個 四個區 有分別是 P型的 那個 中心區 P型的 控法區 我這個畫 誰的畫 是 控法區 跟 人型的 控法區 跟 人型的 中心區 那它這裡的 其實我們去討論說 整個 靜電位的 分布的話 是從 P型的 控法區 跟中心區 的交界 從這裡出發 然後我跨到 另外一側的 控法區 跟中心區 交界的地方 然後我來看它的 那個 電位的分布的話 到底 改變了多少 所以 這裡的話 其實 實際上的話 這裡 應該是 稍微突出來 這邊一點 從這裡為0 慢慢出發 划到另外一側的 扣法區 跟中心區 就是扣法區 的尾巴 它其實 這個 這個 跨過去就是 剛好是 那個 內建定位的大小 不過它這裡 畫這樣的話 因為它其實這邊 有另外一側的 這一側的控法區 所以它就是 剛好是從 建民這邊 那個 出發 所以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把 它這一側這邊 就是定位 當它整個 走過去到另外一側的 那邊的高度的話 就是這個 內建定位的大小 那 又得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 整個 因為最大電腦程度 我們一樣是 可以透過這個 三角形的面積來測試 那當然 如果最大 最大電腦程度的話 就是把它的那個 三角形的面積 整個 就是兩倍的力 給它去處理看 對 把它弄出來 那當然 把最後其實把它帶回去的話 就會等到說 它在 不同位置的 那個 電位的那個 分別的進行 OK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其實我們 後面的 那個 所以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 當我們之後 講到那個 現行見面見面的時候 其實你會稍微去 講一下 看那個 那個進點位的 那它這裡就比較符合 老師剛剛提到 就是說 從 這一側的那個 控閥區 跟 中心區交接的 立場回憶出發 那當它走到另外一邊的 那個 控閥區 和中心區的交接的話 幹嘛就是它 那個 內建定位的大小 所以這也是 先讓我們來講一下 那我們剛剛 前面這邊的 因為它是屬於 單側的問題 所以 它這裡是稍微把它 省略的 正義小段 不過實際上 也要是到 今天會指的是 從那邊 那邊出發 到另外一側的話 他們之間的 那個 電位的差距就是 黑間電位的 UBI 大小 好 那 今天的最後 我們來講一下說 針對這一個 PM界面的話 當然我們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討論的 其實都是 還沒有加任 墊壓的 那這段討論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 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是可以用 一下它加不同墊壓的時候 然後它的 那個 人帶子的那個 變化 然後還有它的 空閥區的 進步去 控制出 中間的一些 變性的 對應的問題 那 這一點的話 當然我們知道說 今天我們知道 它今天今天行程 在這平衡情況之下 沒有下任何墊壓的話 它就會行程 這個 寬度的 空閥區 然後我們知道 空閥區的 該如何求出來 那它對應的 能帶子的 跟前面是一樣的 它的EF 是在相同的 水平線高度之下 那 兩側的那個 恨戴那個 差距的話 其實跟它的 這個內建電位 VTI大小有關 那 當我們施加了 偏壓之後 其實 第一個它就是會去 打斷這個EF 在相同水平線高度的 這個情況 所以你要施加偏壓的話 你其實這個 就把這個 能帶子的 這邊的 稍微把它 把它 切斷 那 這裡的話 問題來的就是說 到底 它的 人帶子 你看它在這裡 它人帶子的話 它是 因為你把它切斷之後 你就是 它 要往就是變得比較 緩的 不然就是變得比較 陡俏 那到底加了 順編 是變陡俏 還是變陡俏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電池的講座來出發 也就是說 你一開始的話 還能加任何墊壓的時候 你電池 你知道說 要從N型這一次的中心區 進入到P型這一次的中心區的話 它至少要跨過的一個 這樣子 算是有點像能障 就是一個障礙的很高度的話 就是它的變成定位的BDI 它就是 必須要排除這個BDI的 這樣子的高度的阻礙 它才可以進到 另外這一側 那你現在加了一個 順向的偏壓的話 順偏大家指的 比如說 我的外界這個偏壓比較正 就是接到P型這一側嘛 那你家順偏的話 從它的圖形來看的話 這邊的墊子 是不是相對來說 會比較容易過來 因為這個鎮會去吸引這裡的那個墊子 所以它會比較容易跑過來 那比較容易跑過來 如果我們要從 人帶圖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相對來說 你看它的這個 內進P型的BDI的高度 稍微變得比較緩和一點 那這樣才可以解釋說 我們這裡的墊子 它是比較容易跨過這個 比較小的這個墊上高度 進入到另外這一側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稍微註定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施加一個順向的地壓之後 它的EF不再一次 相對的水平線高度 那它的能帶圖 跟原本這裏那個 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那個波度的話 是比較緩和的 也就是說 墊子比較容易從N型這一側 跨過這個比較小的那個 墊上高度 所以這個能量在加順偏的時候 就從原本的BDI 變成是BDI幾條BF 而這個BF就是我們所施加的 順向的地壓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說 順向的地壓加得越大的話 其實它會越來越緩和 那這邊的墊子的話 是比較容易從 二級那一側 進到地形的這一側 所以這裡的話 是 舊能帶圖的那個 觀點來看 它會變得比較慢了 那我們再把下面這邊 補充一下就是說 加設施加逆偏的話 逆偏的結果的話 這裡的 解法是這樣 那墊子就變得是 比較不容易過來 那變得比較不容易過來的話 從本彈圖來看 它的DM一樣 沒有再相同水平線高度 而且 它的整個這個波度的話 是變得比較東俏的 也就是說你原本的墊子 從這邊過來要摸到這個高度 你在逆偏的時候 幾乎它是變得很高 它跨不太過來 所以它的那個 這一段的高度 就除了原本的DMI之外 還要加上你原本 你現在試駕這個 第一項DMI 它變得比較多 超大的比較長 所以這裡的話 就是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我們後面的其他 包括BJDMI 還有後面其他的那個 原件的話 我們也會講說 一團的那個 介面 然後順便DMI的情況 會導致說 駕駛順便的話 它其實是變得比較緩和 那DMI是變得比較多 就是這個很巧的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很巧的 然後進一步的就是 去比想告訴你 這元件 操作的時候 它的那個 一些電信的分布 那當然最後這一個 噢噢噢噢噢噢噢 時間不太夠了 稍微先開個頭 就是說 它的空碼區寬度 一樣會是 受到我們說 私下這個PIA影響 那我們這樣 順便是會變得 稍微比較不佔的 那這樣 逆便會變得比較多 那當然這裡注意的話 然後我們一下等待 我們再組成 在這一邊 再繼續 跟大家再進入 來介紹一下 這個一樣的時候 它的一些 內部的 天空的一些 然後配合 的 好 那大家會知道 稍微 來看見 這個 這裏 尤其是 也要有 進入到 要轉換這個 電子文件的 有些 改變還蠻有趣的 那就是 當時要出現 那個 講一下 湯匙 看起來 沒有 有些